而刚刚提到这个会有破洞就是因为雨的关系 就是因为这雨太大了 像彰化鹿港有一栋百年历史古迹 鹤漆别墅 也是因为连日来的大雨 结果再加上发生了地震 突然倒塌了 不过鹿港镇公所有话要说 他们说去年因为古迹太过老旧 曾经向文件会申请补助500万要来整修 结果遭到了拒绝 没有钱整修的情况之下 古迹才会这么被大雨一临地震一震 难逃倒塌的命运 就好像被轰炸过一般 鹿港这栋百年历史的闽南市建筑鹤漆别墅 一夜之间成为废墟 现在只剩下门厅外观 正厅全倒 估计大约200多坪 至少9成5遭到毁损 里面有很多宝贵的 像那个国心灵的一个彩画 还有一些雕刻 清朝秀才的作品 还有鹿港名家的彩绘 都被压在瓦砾堆底下 鹤漆别墅去年4月 登陆为彰化历史建筑 公所提报需要500万的抢修经费 但是文件会来含通知 因为99年及100年的补助经费 已经分配完毕 无法补助 文件会解释 既然鹤漆别墅先前 已经交由公所管理 公所就该负责出钱整修 但现阶段 对当地的文史工作者而言 失去珍贵的历史建筑 除了心痛 后续该如何修补 更让他们忧心 好 谢谢观看